那我來看一下基本上你們的結果 那他有一個比較快速的功能是顯示回應內容摘要 那這個部分我有包含到那個之前幾次上課的 大概的可能大部分會來上課他們就是 進階可能比較多一些大概三分之二吧 所以我們上課的那個進度可能會稍微快一些些 再來最多同學最想要學習的還是以資料庫為主 然後那第二個就是有關工作表的自動化 這個也是我們的主軸跟重點 其他的話大概就是 這個前面那這個錄製 跟 自動化 OK那前面是比較入門的 那再來的話為什麼來上這門課 大概應該工作關係 OK好 那 這個部分第一階段我們就完成了 再來的話呢就是請各位等一下幫我下載的 雲端上面的這個就是我們的 剛剛給各位那個雲端網址 在上面那個 裡面的話當然 這個是範例的 幫我下載下來 另外的話 我剛有介紹有一本書叫做 VBA技法 這本書我還蠻推薦的 那這本書 剛好我手邊 就是習慣上會把它做一點點備份 那 可是這個版權的啦 所以你不要把它拿去散播 裡面的話我看一下就是比較重要就是 他的 這本書為什麼比較推薦 因為他是從VBA的基礎開始講起 然後在儲存格的處理 再到工作表的處理 再到什麼呢 活業部跟檔案的處理 再到哪裡呢 資料庫 再到 表格 其實是圖表 還有圖案的處理 其實 這個好像幾乎都包含進來了 不過他的範例有些可能寫得比較 比較琐碎啦 所以我會把他的那個 寫法稍微再精簡一些些 並且融入到我們一般工作上的需求 因為這本書是日本人寫的 日本人其實在 我覺得他是 非常的精確 但是有的時候 他的寫法很多會用所謂的物件導向觀念來寫 所以對一般人來理解上面比較不容易啦 而且很多他會做很多的宣告 我覺得那有些宣告不是那麼必要性 所以我盡量沒有這樣做 如果有興趣同學的話 這邊有這本參考書 另外的話也有一些範例的檔案 在這邊也都有 還有就是我們的 雲端白板畫面 這個跟入門班也是一樣 我們大概會有 大概也許我們有這邊 1到10吧 幾個單元 然後呢 會陸陸續續來看 那今天的話會先從 第一個單元表單設計開始講起 那表單設計這個部分有點是 我們 等於算是前面入門課的一個總結啦 那所以請各位等一下 幫我把這個 先 先開起來 就是這個第一個檔 裡面大概就是要做出什麼樣的效果呢 比如說 這很簡單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會員中心的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資料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假設這個會員中心呢 裡面呢 他假設希望這樣 就是說呢 比如一個會員進來 他需要填一些什麼資料 填一些比如說 像什麼 身高 姓名身高 體重 性別 等等的相關資料 那我們可以 做比如說 啟動表單的動作 可以再 填一些資料進去 其他還有相關的練習 不過這陸續我們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 先把這個 第一個範例 先 打開來 等一下我們就 再來看 裡面大概會有這些 可能會 就是 幫我完成那個 VBA以前的那個方法 好 我給大家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中文字幕提供